歡迎王子出場 歡迎 歡迎王子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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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了解一下 你的這個繪畫部分 是主修嗎 你學的就是這個嗎 我主修油畫 油畫耶 所以這樣一路上來 有沒有停過 有沒有間斷過 沒有 從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畫畫到現在 現在目前讀研究所一年級 你還在念 對 你有沒有面臨到這個未來 工作的壓力 有 但是我對自己承諾說 希望可以當一個偉大藝術家 大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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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哥 藝術家 我被Cue到了 不錯 我被Cue到了 抱歉抱歉 你有跟他傳統好 有 沒有啦 以後不要這樣子 你要唱一些我會講的歌迷嗎 好啦 未來的藝術家 請他做一個自我介紹 好 大家好 我叫鄭博君 今年27歲 那我是天蠍座 身高176 然後體重89公斤 算有點胖 不要嫌棄我 壯壯壯 不要嫌棄他啦 我希望可以找一個女生 讓我畫進你心裡 讓我為你專屬畫一幅畫 那希望可以讓大家喜歡 謝謝大家 哇 小可憐 好啦好啦 每次看你人中好嚇人喔 好 各位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好 好 來 小摸 對 王子的你好 對 因為我本身 我姊姊也是學藝術的 對 那我知道學藝術的人 她想法都有點特別 然後有點天馬行空 很難捉摸 這我有點害怕之中 對 你會嗎 不會耶 真的不會 怎麼你 你也誠實 真的嗎 我真的不會 對 就是我覺得說 畫畫的時候就畫畫 你會笑她BTS 她都哭了 你們還笑 真的假髒啊 真的很奇怪耶 來 你說 你說 不要哽咽 畫畫的時候就是在畫畫 但是 不會去因為 就是覺得說 我會抽離 該畫畫就畫畫 該吃飯就吃飯 該抽離的時候抽離 該回到現實的時候 會回到現實 所以你在現實生活中 也是很正常的一般人 對 就一般人啊 所以其實跟 其實大家想要那種 藝術家的那種感覺 比較不一樣 對 而且像我姊她之前 就是要敢作品什麼 然後常常熬夜 然後畫畫到一半 又流鼻血什麼的 對 所以她好像蠻辛苦的 她是畫什麼畫流鼻血啊 她是畫畫很快要過位嗎 姐姐喜歡畫怪怪的畫對不對 就是 我也不知道耶 討厭啦 我遭想了 她叫嫩娜姐姐啦 嫩娜姐 怪姐姐 對啊 所以我就是覺得 好像很辛苦 因為她靈感有時候就是 不是說一來就了 小摸的姐姐很無辜喔 在家裡被我們講半天 你最好自己不要讓她看到 對 好 沒關係 反正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嘛 比如說我們這個大畫家 那哥爾多是哪一位啊 這個帆鼓 帆鼓 對不對 你講的是像那樣子的類型的 對不對 這個她是說 我覺得她應該不是 可以抽離也可以回到現實 來 蜜蜜燈的朋友還有 小櫻 我覺得她非常的外上開朗 然後她會畫畫 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沒有什麼 藝術天分的人 所以我相信以後一定會成功 但只是因為 譬如說以年紀來講 其實我們年紀還滿相仿的 但是我是上班族 我已經在工作了 可是因為你的正常 不要還是學生 所以對我來講 會覺得上班族 跟學生的身分 可能會有一點落差 有一點點不確定感對不對 對 然後生活圈可能也 會不一樣 比較不會重疊這樣 你聽到這個女生有什麼想法 你隨時可以回答好不好 因為我上次一半在讀書 一半在工作了 對 就是像我之前是畫標本 就是把魚的顏色 畫到它生成的顏色這樣子 把魚的顏色 標本 就是把真正的魚 然後它可能做成標本 然後把顏色畫上去 是嗎 是這樣子 為標本上色 這個是我好奇的部分 像你要成為一個好的畫家 藝術家 你的這過程是怎麼樣 一直畫 然後參加展覽 是這樣子嗎 就一直畫 然後參加比賽 參加比賽 通法很簡單 你都拿筆 拿筆 沾那個顏色 然後塗在你臉上 我脾氣很不好啊 好 這個 也許有些人知道 也許有些人不知道 對 這個畫家 他的這個過程 他這樣一直畫一直畫 參加比賽 參加展覽 有一天 當他得到好的成績 或者有人賞賞他的畫 馬上 水障船高 這個 有了這個堅定的志向以後 就是看生活 能不能跟大家配合啦 王子的生活 非常沒事 我會去看看展覽 看看別人的作品 不僅可以增管借文 也可以提升自己的想像力 除此之外 我也喜歡攝影 特別是風景照 因為我覺得大自然的變化 是不可預測的 感覺一錯過 就不能再遇到那樣美麗的風景 而且我喜歡到戶外拍攝時的感覺 它能讓我的生活得到完全的放鬆 我喜歡開朗不錯的女生 跟你說 我的手藝還不錯 讓我為你做一頓豐盛的晚餐 不錯耶 不錯耶 好像還行喔 好像只有少數 兩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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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妳盯上了 是的 我都記得 小婷 小婷 就是王子你好 我覺得 就是王子你好 妳也好 妳也好 對 我覺得 就是剛看了影片啊 還有想了一下覺得 那種感覺是比較適合當好朋友 妳是說浪漫不能當飯吃嗎 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欣賞 是一種欣賞 但是我覺得就是沒有那個 噓 沒有火花 沒有天雷高動地母啦 對 這個其實就沒什麼好說的 對 因為這個就是感覺的問題 好 王子你好 就我覺得就是 妳對妳自己未來的志向就是 還滿明確的 然後也就是很肯朝這方面努力 即使妳知道她很辛苦 然後妳還是很願意去 往這個方面前進 所以我覺得妳就是做事 其實應該是還滿認真的 然後我也還滿喜歡拍照的 所以就是先為妳留燈 好 謝謝 好啦 各位 最重要的一個階段來了 是的 推薦人是 我阿姨 阿姨 我的親愛的阿姨 親愛的阿姨 好可愛喔 她長得一定不錯喔 對不對 她一定很幸福 她是不是有一支誇獎妳 沒有耶 沒有啦 沒有啦 阿姨很了解妳對不對 對 有一點皮皮的算什麼 外申嗎 有一點 有外申的 來 看看阿姨的推薦 大家好 我是柏君的阿姨 柏君是一個 活潑開朗的年輕人 而且是個很正向思考 低級的小孩子 她從小就對藝術很有興趣 所以她既有很高的藝術天分 別看她的外表粗狂 可是她的心思是非常細膩的 很難生喔 好 我不想走上來 我要回家了 不要走啦 不要走啦 如果妳要回家 那妳下次要不要來我幫妳 不要那麼嚴重 不是嘛 這個人生嘛 就是這樣子 是的 這個未來的藝術家 心裡面應該是很強壯的 對 發表一下妳的感想啦 請說 很高興今天來到這邊 那非常感謝 也很開心認識大家 那我也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好的 祝福你 期待她的作品 是的 未來有一天會讓各位看到的 謝謝你 謝謝 想哭就到我懷裡哭 我就想一切都不會結束 讓彼此感覺 我覺得雖然失敗了 但是我還是很樂觀面對 這次的節目 那希望可以支持我的人 期待台式 為我繼續努力加油打擊 謝謝 第一組非常來電的竹瑄 與祥祥配對成功後 接連兩位王子卻都失敗 下一位王子 能不能有效翻轉局面呢 來了… 來看看下一位王子的介紹 哈囉 大家好 我叫徐瑋凡 今年25歲 我是一個單車快遞 不管刮風下雨 我們穿梭在台北市的大街小巷 使命必達 將客戶託付的物品 送到你的手上 我希望今天用最快的速度 將我的心交到你的手上 超級快遞啊 而且是愛心快遞 要把他的心送到你們手上 在拍電影 對啊 有沒有 三速車 電影裡看起來 那是多帥 多神勇 對 可是都是剪接的 哈哈 被騙了 很難講 真的嗎 叫他出來我們了解一下 了解他有多帥 來 歡迎王子出場 歡迎 我要給你 我要給你太多力量 自己會閃小大光 穿梭在台北街頭的身影 台灣版超級快遞 單車快遞王子登場 好